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告訴你 你到底按了哪一個按鍵 會用什麼方式傳給你 用一個叫Keycode的方式 這個Keycode指的是你是不是按下去哪個按鍵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複製一下 如果那程式特別重要 Change就把它刪掉 如果說我今天 if 假如說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 按下的是Enter 你就告訴 這邊寫一個if Keycode等於13 13代表是 他在 這個Tex 這個Tex 03上面按的按鍵 那他判斷一下如果是13的話 Enter兩下 Endif 一樣是Endif 然後做什麼呢 去 把 這個Enter轉換成什麼 B01Clic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sub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貼到這邊 前面打一個call好了 call B01Click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如果他是按一下Enter的話 那我就 判斷是不是13 如果是13是Enter的話 那我就幫他轉換成按按鈕的事件 這樣的話呢就不需要說 你游標再去點一下 那這裡的話寫完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呢 做完之後 看一下 啟動表單 比如說一樣 輸入資料 然後我就 一般習慣上這樣Enter Enter 那最後的話 之前是要按一下他 現在呢 我寫了三行程式 Enter一下 他就怎樣 新增了 就沒有按這個按鈕 我直接按Enter 他等同是按按鈕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他的習慣 他習慣是 填完填 在這個喔 所以重點 我們把最重要的部分再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表單上這個地方點兩下 把事件改為叫keydown 就是當 這個 鍵盤上面 有其中一個被什麼被點擊了 那他判斷這個叫keycode 他會告訴你說 到底哪個按鍵 被點擊了 如果這個keycode等於13 就是按Enter的話 Zen 把它call什麼呢 B01 click B01 click就是上面這個 也就是說 Enter 轉換成 Click的 這個按鈕 OK啦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碼 我也把它Ctrl C好了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一樣在雲端上面 改良版的下面這裡好了 應該都找得到了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那當然 這個表單 就可以 越來越順手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真的自己 去做一個類似你自己需要用到的表單 類似什麼 客戶的 建檔資料 或者是 訂單 類似像進銷唇的話 其實都可以配合這些技巧 幫助各位 可以很快的幫你輸入一些資料 到eSale裡面 在下方 找到 來自ら 想個人